歡迎繼續回到新聞娛樂通 我們看到這個藝人小甜甜 最近變美囉 她也瘦好多 主要是因為情商的關係 是不是讓她力圖振作 她變瘦 然後臉上好像動了滿多的 雙眼皮 潑尿酸 讓她肉毒感覺 好像應該什麼 你怎麼通通都講出來 應該就是可以當作 醫美的火廣告了 你知道嗎 你怎麼通通都講出來 她把那個當代醫美最先進的 增劑 技術 微整 對 微整 對 全部都在她臉上了 所以最近多了一個封號叫做 綜藝版的孫芸芸 那聽說孫芸芸為了這個事情 悶悶不樂了好幾天 為什麼說到就是 綜藝版的孫芸芸什麼原因 就是後來的這個 因為我這幾天錄影 幾乎每天都看到她 她那個樣子 那個神韻 確實猛一看 還真的滿像孫芸芸的 說臉 臉 臉 難怪我孫芸悶得好幾天 體重差滿多的 這個是前後的分別 真的耶 腿變好細喔 她瘦了多少 瘦了 十幾吧 十五公斤 包上講的是十五公斤 小甜甜是我們演藝圈 非常勵志的一個代表人物 她那個時候進了這一行 然後女丑 那女丑就想要變美女 這是很多這個演藝圈 跟女藝人的一種共同的迷思 她變成美女以後 當然有一部分是為了這個 她的過去的這段不愉快的戀情 她總是認為說 男生不喜歡她 該不會是因為外貌的問題 對 改善了外貌 能不能對感情帶來幫助 對演藝事業會不會影響 她知道有時候人家喜歡上個西港 外貌改變了以後西港不見了 到底會怎麼樣 這個還有在管 但是她的西港應該很窄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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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